张希伟这番发言,也是被很多恒大球员夸动, 正如他不仅在产生表现有大将之风, 而喜伟在会议上发言,也是体现了自己诚实和高情商的名字。 张希伟首先认加盟恒大世人自己的梦, 回忆了他是沐岳族学要在恒大组建国家集团地的传闻。 一直以来,张希伟,何超,也是好等95全人新宿加盟, 让恒大费质疑,是因为足协要在球队建立国家集圣队, 才能顺利得到这些强颜。 张希伟这番话则是有力地回击了这些传闻。 客观地说,恒大作为中超都能帮主, 一样是俱乐部管理还是其他配套设施, 都是在中超晚制要中属于一流水平。 摇到恒大的球员,只是要安心听好球, 不用担心俱乐部会出现一些运动和其他动荡不安的状况。 从这个层面来说, 恒大对于像张希伟这样的青年才晋, 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。 另外,通过在恒大调恋的粉土汉降, 都可以在未来的国家对有一席之地。 这是吸引恒大粉土新人的六亿大优势。 之前很多恒大新人在加盟球队之前, 虽然是有个为国族出战的经历, 但是始终没有能在国族战略角度。 而这些新人通过加盟恒大的意义表现, 就可以在国族批胜主力。 简单来说能到竞争激烈的恒大批胜主力, 那么进国族批主力也就是胜利成章的事情。 这一点从恒大这些年, 一直是国族主力阵营暴毙将生, 就能得到强有力的印象。 当然,作为张欣梅, 高转义, 不是好等95全员。 要想在历来的国族主力阵容有一席之地, 他们必须要在恒大门厅上主力, 并且有特别突出的表现。 这就要考验他们的适应能力了。 希望这些终身的本土全员, 可以在下方计, 给恒大带来精彩表现。